这次的经济言行有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志工 返台充电 在每天的课程当中都有所发喜 今天在板桥地区课程的重点是环保与斋戒 希望能够降低温时期的排放量 一张张图表说明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 来自21个国家地区的慈悸志工 长期关注环保 也专心聆听专家解说的生态困境 期盼能够共同分析大地 比方说棕榆树可以提炼生殖柴油 很多热带游人就被砍伐掉 改种棕榆树来赚钱 那这些事情因为气候变迁 引发了新的经济形态 也造成另外一种生态的好景 其实消除烦恼有妙法 就是每天来熏法乡 慈系之工结缘海外 关心各地生态 也有之一同接受上人传递的佛法能量 来自美国的慈系之工王敦佳 这一次来到台湾研习 特别感受到善的力量 因为上人的法 让我很要很小心我的身口意 那对一切事情的解决方法 也会感觉到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熏法乡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慈系人透过研习会一同珍惜法园 将每日熏法乡的法喜和护持环境的初心 持续在菩萨道上更加精进 大海新闻 蔡宜玲 李明华 台北报导